各位同学好 在上一个小节 为同学介绍 透过电晶体实现逻辑闸的概念 同时也交代了 如何透过布局的方式来实现机体电路 那在这个小单元 我们要继续为同学介绍的是 机体电路的设计流程 我们就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课程 我们就来看一下 IC设计流程到底需要经过哪些步骤 首先是规格书的定义 先定义我们想设计的电路的 输入输出这些规格 以及它的功能 接下来会根据这些功能来设计电路 当设计完成之后 要经过一个模拟以及验证的步骤 来确定与我们之前定义的规格是相符合的 而后就要进入下一个阶段 布局的阶段 也就是我们上一个小节所提到的 我们要将这些电路的电晶体 逻辑闸 放置到这个要设计的一个范围里面 那将整个电路完成之后 也同样要进行模拟与验证的步骤 来与我们前面设计好的电路 相作配合 最后将这些布局 再放到晶圆厂公司 透过他们来制造出IC 那这整个设计的流程 主要又有分两个不同的设计方式 第一个我们把它称为 全客户式的设计 Forecustom Design 而另外一个则称为 半客户式的设计 Semi-Custom Design 我们先看到的是 全客户式的设计 Forecustom Design 顾名思义 就是按照客户来量身定做的 也就是大部分是由工程师 亲自来完成 其中包含有电路的设计 逻辑闸的实现 以及电晶体实现 以及布局等等 我常会形容全客户的设计 像是室内设计一样 也就是今天 我们想要在一个空间里头 去将整个室内设计规划好 那我们可以请到室内设计师 来量身为这个空间来做规划 那我们可以根据需求 决定桌子椅子 以及床布或是柜子 需要什么样的规格 然后可以将整个空间 布置得非常的完美 因此全客户式的设计 它的优点就是设计出来的电路 可以达到最佳化 那它的缺点就是 在整个设计的流程 会非常的耗时多工 因为全部都要由手工来打造 就像室内设计一样 可能要请额外的木工 来打造专门规格的床布或是柜子 所以像这样子的全客户设计呢 通常会使用在的是类比电路 因为类比电路都会有特定的规格 或是比较小型的数位电路 比较适合这种全客户式的设计 再来我们看到的就是半客户式的设计 半客户的设计 就是电路的设计 是由工程师亲自完成 在这个部分通常会透过 一个工具叫做硬体描述语言 英文叫做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 通常缩写成HDL 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可以去模拟 描述电路的功能 在完成好这样子的电路设计之后 接下来逻辑闸的实线 电晶体的实线 以及布局都可以借由工具来辅助完成 这样子的工具我们一般称它叫EDA Tools 英文叫做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也就是电子自动化工具 透过这样子的工具 可以快速的帮我们把 后续的一些动作来完成 我常会形容半客户式设计 有点像我们去大内厂买一些 已经制作好的规格的桌子椅子 这样子在布置空间的时候 就可以很快的把它布置完成 只不过我们必须要迁就大卖场 有特定的这些规格 所以很可能布置出来的空间 并不会像前面由设计师 规划的这么的完善 一般来说像这样子 去卖场买的这些东西 来到半客户式设计里头 我们会称它叫做一种Standard Sale 也就是标准元件 这些标准元件都是事先设计好的模组 然后我们再将这些模组 整合到我们的电路当中 所以半客户的设计 通常有另外一种称法 叫做Sale Based Design 基本上就是透过这些现成的元件 来实现电路 而且通常要透过工具的辅助 来帮我们将这些规划好的这些元件整合进来 那我会把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称为合成 英文叫做Synthesis 合成是在半客户设计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半客户设计的优点 主要就是设计时程较为快速 因为主要是透过工程师来做电路设计 后续许多的动作可以借由工具来完成 那么缺点就是透过工具来完成的后半段的部分 通常最佳化是有限的 那当然在半客户设计里头 EDA工具的辅助厂商也是格外的重要 以下这两家公司 Cadence以及Synthesis 都是在IC设计领域非常重要的EDA开发厂商 当然他们的收费也不便宜就是了 此外在半客户设计里头 还有IP厂商也是非常重要 IP在我们前面已经有稍微介绍过 就是已经设计好的模组元件 透过这些已经设计好的模组 就可以快速地整合到电路当中 能够快速地完成我们想要设计的系统 因此在半客户式的设计里 最常使用的就是 大型数位电路的设计 以及系统单晶片的设计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名词 叫做功能应用导向晶片 也就是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缩写叫做ASIC 这个名称其实我们在一开始的单元 已经有跟各位同学介绍过了 也就是呢是根据特殊功能而设计 开发完成的IC也就是晶片 在这样子设计完的晶片呢 最后就会违请晶圆厂来制造成一颗晶片 那以下呢就是很常见的ASIC 例如说像是CPU啦 USB的Controller 或是视讯处理晶片等等 都是ASIC的一种 除了ASIC这样子实现电路的方式以外 另外还有一种实现电路的模式 就是FPGA以及CPLD的一个实现方法 这个就是我们这门课程要告诉大家的 首先先来看到他们的全名 FPGA叫做FIR的ProgrammableGetArray 也就是现场可程式规划的逻辑杂阵列 另外CPLD 全名叫做Complex ProgrammableLogicalDevice 全名叫做复合式可程式规划的逻辑元件 由此可以知道 这两种类型的晶片 都是具有可程式化的方法 来规划我们想要设计的电路 所以FPGA或是CPLD 这样子的实现电路方式 也是属于一种半客户式的设计 通常会先经过电路模型的建立 可能透过的是电路图 或是前面提到的硬体描述语言 HDL来实现 接着就会透过EDA的工具 来帮我们进行后段的合成 以及模拟还有做验证 来完成整个电路的设计流程 最后还会经过一道手续 也就是烧录的动作 将这些规划后的规划档 下载到FPGA或是CPLD里面的规划 如此就能够变成一颗现成的晶片 来运行这些特殊的功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 ESIC以及FPGA这样子实现的方式的优缺点 ESIC这种必须透过晶圆厂来实际制造出一颗IC的实现方法 它的优点就是它可以做到面积较小 然后速度较快 功耗也会较低 那么因为它是大量的透过晶圆厂公司来制造 所以单科的成本也较低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呢 整个开发的过程成本较高 而且它的时程也较长 另外就是它的修改不容易 假设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有些错误没有发觉到 最后就把它实践成晶片了 那么整颗晶片就可能造成毁坏就不能够使用 所以像这样子的ESIC实现方法 通常都是用在一些量产的电路 或是一些成熟的产品 否则开下去的这个成本到时候无法回收就很麻烦 那接下来看到的是FPGA以及CPLD这种实现的方法 它的优点就是开发成本较低 时程较短而且修改容易 这个在我们下一个单元就会为同学介绍 那么它的缺点就是 可能实现出来的这个电路的面积较大 而且呢速度会比较缓慢 再加上可能功耗较高 而且呢单科的成本也会相较于ESIC来说比较高 所以因此呢像这样子FPGA的实现方式呢 通常是在比较少量的这种产品上面 可能是在一些机台检测这样子的应用 或是呢我们在验证系统的雏形 也会先使用FPGA这种方式来验证 或是有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快速的抢工市场 就会先快速的使用FPGA来产生第一版的产品 之后再考虑如何将我们的电路缩小 变成ESIC来制造 就可以降低成本 以下是本小节的参考文献 请同学参考 各位同学 在这个小节里 为同学介绍了机体电路设计的流程 其中我们包含了 ESIC以及FPGA的实现方法 让同学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差异 以及本门课程FPGA在整个产业所扮演的角色 接下来我们将这整个单元的部分来做一个回顾吧 首先我们了解了现今台湾的机体电路产业的面貌 从IC设计到晶圆专工 以及测试封装这些部分 另外我们讲到在机体电路里头 它的实现材料为半导体 同时透过半导体所实现的MOS电晶体 其中它所呈现的一些电子元件有 而集体了NMOS以及PMOS 接着呢我们又透过了电晶体的方式 来实现逻辑杂 那在这里面呢我们透过的就是 NMOS PMOS的CMOS技术来完成 同时我们也介绍了什么叫做光照以及Layout 最后我们又介绍了机体电路的设计流程 在这里我们提到了全客户式的设计 半客户式的设计 以及ESIC还有FPGA的实现方式 希望同学对机体电路有一个基础的认知 各位同学在这个单元里头 我们为同学介绍了机体电路与FPGA之间的关系 我们希望藉由这一个章节 让同学能够了解本门课程 在整个机体电路产业所扮演的角色 那么在下一个单元 我们就要来为同学介绍的是FPGA的简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